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带火了一种风格,叫裙子上剪一刀,慢话腿针让人上头。 如果将女性的穿搭,按照笼统的分类来进行区分的话,那么总共就两大类。 一类是裤装,一类的裙装。 裤装相对来讲会更加方便一些,但是女人味不足。 而裙装更具女性魅力,但是在穿搭的时候,需要注意防走光。 下面,我们主要介绍裙装的造型,裙装是一个比较大的分类。 在这个大的范畴里面,还有很多特别小的分类。 在不同的场景当中,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,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裙子。 关于裙子如何穿这件事,我们自己没有思路的话,就可以多去学习女明星们的穿搭思路。 女明星们不管是在参加活动的时候,还是在平时走机场的时候,大部分时候都会选择穿裙装。 比如女神迪丽热巴,就带火了一种风格,叫裙子上剪一刀,慢化腿针让人上头。 裙身一直开插开到腰,将纤细白皙的美腿完全呈现出来,这身材也太哇塞了。 关于裙装如何穿以及如何搭配,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。 接下来,我们主要根据热巴这身完美的裙装造型。 为大家总结几个裙装穿搭上的要点和技巧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1.如何挑选裙装 1.色彩怎么选 想要裙装穿得好看,会挑选与会搭配是一样重要的。 那么,首先,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,应该怎么挑选裙装呢? 大家可以在色彩上入手,这是最简单直观的方式了。 因为色彩通常决定了一件衣服的整体风格,就像粉色代表甜美,白色代表清爽。 橙色代表活力一样,一看到这种颜色,大家就会想到特定的穿搭风格。 那么,在复杂的色彩元素当中,我们如何确保这种色彩适合自己呢? 那就要看你的肤色和驾驭能力了,肤色越白,选择色彩的时候选项越多。 基本上各种颜色都可以拿捏,驾驭能力越强,在穿搭的时候对于色彩的限制性越小。 2.款式怎么选 第二点,我们可以尝试在款式设计上入手。 裙装的款式分为连衣裙,半身裙,路肩裙,短裙等等。 各种不同的款式可以穿出不同的风格与花样。 一般身材越高挑的女生越适合穿长裙,骨架越小的女生越适合穿路肩裙和短裙。 像迪丽热巴身上这种高开插款式的连衣裙,也就只有腿型女孩才能够驾驭的了。 2.如何让裙装穿出眼前一亮的效果。 1.借助配饰或元素。 那么,我们在穿裙子的时候,怎么才能够让裙装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呢? 首先,我们可以借助外力,用借力打力的方式来营造重点。 看看热巴的穿搭,它下半身的高开插连衣裙是一个绝对的亮点。 但是上半身也不是完全的陪衬,一字兼搭配上半透式面料的内搭。 穿出一种性感但是不暴露的效果,半透式的面料看上去既像是内搭又,像是领口的配饰,与它的冷白皮和长薄梗结合到一起,真的很出彩。 2.巧妙的陆夫。 第二点,不管是穿连衣裙还是穿半身裙,我们都可以掌握适度陆夫的原则。 巧妙地将自己的好身材展现出来,除了可以获得更多的回头率之外。 也可以让裙装本身看上去更具时髦感。 但是,大家一定要掌握这里面低度,要露但是不要暴露。 3.高级的质感。 大家知道为什么女明星们身上穿的裙子,看上去总是那么好看又那么高级吗? 这是因为,她们穿裙子的时候,除了要精心的搭配之外,还格外注重服饰的质感。 女明星们身上的裙装很多都是大牌奢侈品或者是品牌高定。 面料柔软亲肤又很有型,这种高级的质感,能够让你的气质变得更出挑。 3.迪丽热巴的造型分析。 1.大波浪卷发,妩媚又浪漫。 最后,我们来看一下热巴在搭配这身裙装的时候,还有哪些亮眼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。 首先,她的发型是浪漫的大波浪卷发,眼神中带着一点点妩媚的感觉。 将女人味完全拿捏了。 偏黄的发色多了几分欧美风的感觉。 2.一字扣高跟鞋,简单且精致。 它脚上搭配的是一双一字扣款式的高跟鞋。 经典的一字扣高跟鞋在很多穿搭当中都可以用到。 不管是搭配半身裙,连衣裙甚至是牛仔裤,都可以用到。 这种鞋子的设计最大的特点在于简单却精致,增高又显腿长。